路人還說什麼 我今天就是請到了黃金 他跟彥仁霧友合作了一個 新的攝影的作品 然後就是我今天準備了很多問題要來問 非常多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在練問題的時候 我還想說就是要不要 募集完我的問題 但後來我就發現不行了 這也有點對於問不完了 對啊 我就是私心很重 沒關係 都讓你問沒關係 你平常的工作是什麼 你可以發我給你透露 可以啊可以啊 我平常工作是公共工程的設計師 然後包含建造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平常我工作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在工地 就是要帶著牌生全貌那一種 就是叫我工人把阿B收掉 然後叫大家要帶著全貌那一種 那你會羅藏牙籍嗎 不會不會 那個會被開發 應該是說你要有防護配備 配備 只要就是我走掉的時間的時候 工人就還是會把衣服 然後幹什麼脫掉 然後我就是會再繞回去 你就是一個糾察隊的概念啊 私心很想要看工人裸體 你常在上班的時候 會有同事知道你有派寫者嗎 一開始第一本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們公司 那時候從台中公司 就調了一個助理下來 就是跟我同組這樣子 有一次就是老闆把大家叫去開會的時候 然後就只剩我跟他 還在主廠收工程 然後就私心跟我說 我在追蹤 燕榮我請問你是黃景嗎 然後我就主廠好像說 對 是我 這樣他就說 好 那我要想一下以後要怎麼跟你 就是四眼相交在工作上 這太尷尬了吧 但是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我跟他蠻要傲的 還幫我去公司送他 現在還幫他到我公司的架勢 但是後來 慢慢大家都做習慣 然後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個 陸家夢的大集 大家在公主婚姻平衡的時候 我就是飲一個 波新的美聰明戰士 這樣子跟他吵架 精彩喔 你這是可以播嗎 這還好 可是我就是身上都隨時 戴著那個連署的手把 要經過他說 我下水盤還陽光這些連署穿出一下 故意講給他 這上次你的AI面 對 後來就是投票過後 大家都還是回復理性的同事 就還是都是同事 對 我一開始就在想說 到底要問他就是 關於選擇錄裡面的什麼內容 然後他說 欸 就是 欸 緊緊這隻 這隻手是誰的 然後結果他就說 當自己的 超糗 當下真的就覺得 欸 就是先走了 你知道我如果現在在節目上問的話 我就會被你的粉絲 請問你 你有一群死忠的粉絲嗎 嗯 應該是有 那請問他們是可怕的人嗎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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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講的話 不要坑給他跳 我有可能會有被罵的風險 應該是沒有啦 可愛的人會有可愛的人 喔 你就是還是理性就對了 是有一些特定的黑粉 會一直 這可以講嗎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我這個影片出來 下面可能會有一堆黑粉 他們留意 不會有一堆 就是有特定幾個固定的黑粉 可是他們就是會留一些很固定 因為那些粉滿有名的 他在所有網紅下面都會留言 然後後來我們一邊以為是他 真的不一樣 然後發現他到處都會留 而且還有公版的留言 所以他就是網紅的黑粉 對 所有網紅的黑粉 我就跟編輯講說 不錯啊 就是如果他在下面留說 什麼藥很大 還是什麼身材 那算成這樣啊 那不錯 就順選推中吧 哈哈哈哈 裡面有幾張就是 非常具有暗示性的照片 像這兩張 嗯 非常的 有一張我超嗨 這一張是不是你自己也蠻喜歡的 這兩張很厲害 這兩張真的很厲害 這兩張很像在叫我們 你會看到 哈哈哈哈 你照片會很常被盜用 非常常 對就是 重其力 到時候都會有什麼 那你不覺得他一直叫你幫忙解決 我有點就是放飛他們 就是任由他們 而且之前還有一個 中國的 Twitter的那個 那是照片 他就用我的照片 他的字件上面寫說什麼叫爸爸 然後就喜歡SM 然後就喜歡皮鞭鞭鞭鞭 然後放你的照片 而且是我一張清新呆萌的 然後他的追蹤人數就是 好像快超過我的 就是經營的有聲有色對不對 對 那你還蠻好 你還公開授權給大家 你應該已經看到他的啊 所以你自己有推人嗎 我自己是沒有推人 你不是公開跟私下都沒有嗎 真的沒有 在Google上面打黃景控格 然後以前就是黃景控格Tumblr這樣子 然後現在後來Tumblr被抄了之後 後來就打黃景控的 就會有推人這樣 所以你還上關鍵字 對 對 那是美 太少Google我 那是點字 所以後來那個中國的網友 才可以串心 因為後來大家走到本身 就只好網友 他只好追一些假的 其實色寫跟書啊 跟上一本老實講 就是風格有一點改變 因為上一本就是白色比較清新 然後這本就是用一些黑色紅色 然後其實就蠻黑暗面的 其實這本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攝影師其實已經有定調說 我上一本已經拍了很多就是清新可愛的 所以就是這本就已經設定是要走比較情欲路線 真的是蠻情欲的耶 我就是一直搬到很多 證明一下就是內夜沒有黏住 每次都要開這種很老的 對你而言就是你覺得代表你的顏色是什麼 黑色啊 灰色啊 白色之類的 那你跟我蠻像的耶 我們自己家應該都是蠻無趣的 我們也有不同的黑暗面 實在就是在公司可能就是偏震驚 但是就是會在座位上murr一些小黃色消化給我的助理 但是對熟的人 就是越熟的人就會發現我畫越多的裡面這樣 我也是耶 因為我常被不熟的同事說 嘿你的走路不說話 你在影片上那麼長 對對對 好像就是在影片上你這樣撕下來就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我都應該在裸體進公司說 嘿嘿嘿嘿 我是佛心 大家過來看我上班 這樣好不錯啊 拍這些照的時候是彥隆屋在旁邊指導你 還是你自己想的 知道啊也知道 第一本比較可以啦 但是這一本比較會舉一反三 你跟鏡頭做 來就把鏡票 你是要對鏡頭一直很忙嗎 因為我本身是個超不會拍照的人 我有就是擺Pose的 尷尬 看到鏡頭就尷尬 如果有攝影師說他還擺個姿勢我就會這樣 然後我還整天沒有要說你不要一直立正 就是我很愛立正 那你現在要不要就是教我幾個 比較基本的Pose 那拍照是不是就要脫掉衣服了 現在觀眾最期待的一刻要出現 就其實 怎樣 是不是覺得很尷尬 在拍肉照的時候 那個原則 是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拍肉照要挺拔 然後要 對對對 但他其實感到相反 就其實我剛開始給夜人物拍照的時候 他就是第一堂課就叫說 就是你要盡量的 讓你的肩膀有點垂 有點放鬆 就是你垂的時候 你的肉就會往前面倒 所以你的胸的陰影 然後跟你的肩膀這邊 就會產生一些凹凹的陰影 所以其實是要這樣子 一般人可能會就是這樣子 但其實應該是要 就有點這樣子 這邊的肉啊 跟這邊的肉 就是會有一些擠壓 我現在眼睛有點不知道 我看哪裡 就因為這樣子 它肉反而會比較更吐出來 對就是你就稍微有點倒 我摸它 那你再這樣想 他真的有一種 其實我就只是想摸 他真的有一種就是集中的感覺 就你往前的話 你的肉會往前面倒 起來了 對 從今天開始回去IG 我就開始 大家想說 瑪丁有怎麼一直縮起來 從這一集開始往後 對 那現在衣服都脫掉了 那你也知道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影片 我們今天是在玩健身環 有 我會一直把我玩健身環 這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切入重點 不要還玩健身環 好好好 可是你往前 什麼意思 我也要脫嗎 你也要脫 你終於破掉了 因為他昨天他說他玩到很晚 所以就是 今天講話可能會有破音 但是他剛剛都沒有 可是我這樣會不會在 公公命裡有抓到 沒有這件事 我絕對這號好荒謬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但是你已經習慣了 沒有我還是 我一直在認識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個競賽 我們就是先玩個小遊戲 然後看我們誰做的次數比較多 這個遊戲就是呢 他等一下會計時20秒 然後你就要一直這樣擠 看你能擠擠一下 我去擠一下 他就是要一直這樣 喔喔喔喔喔 唉唷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壓力 這樣擠了 這樣擠了 還是要可以擠 所以請你 停一停 我覺得他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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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棒 我 欸我輸贏 你滿厲害的 反正我們這節目 也就是沒有什麼輸贏 因為就是慢用給大家看而已 好 這一個很準 可以把衣服穿起來了嗎 好好好 第一次在那裡就好 好囉 就是我們剛剛很荒謬的玩玩的 健身環 是好熱喔 而且我不懂為什麼 我之後我衣服也脫掉 哈哈哈哈 他應該會想說 我沒有要看你投一個 你緊跟彥霧合作了新的 攝影前針 然後叫The Dark Star 會不會有人念 然後就會很難發音 我要買那個 The Dark Star 這樣我們只要在 伯克蘭跟成品的官網 輸入 彥霧或是輸入的 The Dark Star 黃金都可以 那打黑暗 念找不到嗎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而且很方便 像我這句 在伯克蘭上就買 如果你很害羞 去就是實體門市買的話 其實網路上都買得到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多支持 經濟你的新的選項書 謝謝 掰掰 啊 這本不是 沒有 其實是我自己買的 所以自己買的 是我自己買的 都買了 那是我的節目買的嗎 沒有 我買 都買了 蛤 好開心 好開心 是嗎